那仿佛浑身上下都是假动作 每次过人都是风骚之气的操作 小罗到底是用怎样的表现 能让皇马球迷起力为他鼓掌的 这是小罗在巅峰期的巅峰一战 在2015年 小罗领先的巴塞罗那 可场挑战群星云集的银河战舰皇家马德里 此战是第二百二十九次国家得比 在2015年左右 小罗是无可争议的足坛第一人 纵然皇马真正中群星璀璨 也无法遮挡住小罗那耀眼的帮忙 有多少球迷是因为小罗而爱上巴塞的举个手 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吧 小罗 埃图奥和小将梅西组成了巴塞前场的三叉戟 第十分钟 小罗为埃图奥送出绝妙挑传 可惜埃图奥被天才后卫拉莫斯干扰了一下 盛门偏出了底线 第十四分钟 稚嫩的梅西在中路带球突进 随后被队友埃图奥抢断 接着卡麦隆球星在三人的包夹下将球捅进 哎呦 哎呦 黄马的后防线显然被他这个骚操作枕萌了 埃图奥在十二轮比赛中就打进了十一例进球 但如同利保出龙势不可挡 领先后的巴塞依然在场上疯狂进攻 小将梅西表现得尤其活跃 数次威胁黄马的球门 要不是卡西利亚斯的神勇发挥 比分恐怕早已被改写 第三十五分钟 带上出战的小贝在右路开出任意球 埃尔格拉道沟打门射偏 第三十七分钟 巴萨在右路进行小范围配合 随后由小罗带球突入禁区 卡西利亚斯抢先一步将球化解 在上半场 巴萨和黄马的射门次数比竟然是11比1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四十八分钟 哈维在外围托尸冷剑 求他的立柱出了底线 第五十五分钟 小罗横传中路哈维 或者将球拨给右路查上的梅西 可惜梅西的射门再次被卡西利亚斯神勇化解 第五十八分钟 小贝的船中被马克斯倒钩化解 巴萨顺势在后场发起反击 小罗在左路高速带球突进 先躲过拉莫斯的飞铲 再用一个假动作让埃尔格拉定在原地 其他在骗过卡西利亚斯完成破门 黄马的右路被小罗过成了筛子 尤其是拉莫斯这点 几乎被小罗打爆 年少精狂的他在小罗身上交足了学费 第六十八分钟 大罗为黄马打尽了一球 可惜背叛约位在先 其他内核外星人在这场比赛中显得无比郁闷 第七十七分钟 小罗再次代球单挑拉莫斯 只见他突然启动一脚 油门就将拉莫斯抹过 最后小角度推射远角上也没开二度 小罗简直代表着足球记忆的巅峰 那时的他简直无解 连黄马球迷已经不自禁地棋力为小罗鼓掌 这在之前简直是难以想象 他们显然是发自内心地欣赏这个足球天才 全场比赛结束 巴萨3-0完胜黄马 小罗为球迷们奉献出了一场史诗级的个人秀 黄马群星全部沦为了巴西人的背景板 只可惜他不具备C罗的自律属性 叶峰期实在太短 那么大家有谁是因为小罗而爱上足球的呢 小罗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又是什么呢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